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前段时间宝马和奥迪都纷纷的推出了国产车 国产车的价格有所降低 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度 而近日奔驰也不服输 推出了国产车的奔驰 三家满了一级轿车 而且价格预期是20万 如果上市就会是其他国产车的劲敌 相信这把别说丰田大众 奥迪宝马也要彻底凉了 一起来看看吧 北京奔驰表示在三家满的车型推出后 两家满的车型会相继推出 两家满的车型会比三家满的车型小一些 新一代A级教室的外观设计 和S级一级大不一样 特别是在前脸采用的是全新的设计 两侧的大灯采用的是吊脚眼的设计 显得十分个性 并且前脸的内切角的造型 和以往奔驰的车型风格完全不一样 除了前脸 车尾的部分也是做了很大的改变 和以往的车型不一样 新一代A级的车尾使用比较大气明朗的设计 尾部的设计和前脸的设计 是要相呼应的 整体的造型就显得车辆比较有年轻有活力 比较满足当下年轻人的需求 车的外观造型是比较新颖的 如果不看车标 都认不出来是一款奔驰车 相比较外观的改变 内饰的改变要小一些 采用的是奔驰车一贯的设计风格 一表盘和中后品是连在一起的 再加上圆形的空调出风口 就是熟悉的奔驰的样子 不过不一样的是 新一代的A级车内饰在一些细节上的设计 更加的运动化 除了这些 新一代A级车搭载的是1.3D发动机 匹配了7速双离合变速箱 并且还有一高一滴两种功率 虽然只是入门级的车型 但是新一代的A级车可以达到中级的水平